继续带你来看到 看到的是李宗瑞案 现在检警追气这个傅少呢 傅少的这个淫魔 这个偷拍案呢 现在传出了可能呢 这个傅少帮呢 还有三个共犯 因为检警呢 在勘验完物证后呢 就发现了惊人的事证 案情可能会越滚越大 检方查后的影片 以及照片中男主角下体呢 有一颗明显的黑质 因此警方为了顺利深压李宗瑞 曾经做过相关的身份比对 不过呢 在影片中呢 警方也发现了三大的疑点 就是说影片中有数位 没有露脸的男主角 他的生殖器呢 的外形跟这个李宗瑞 勘验后的不太相同 另外呢 就是犯案的场景照片当中 有些明显是别的男性 但是头部有被加工合成 另外呢 就是影片中的男性 第三个疑点就是说 影片中的男性并非李宗瑞 但是镜头却会移动 疑似有第三者长进 因此警方呢 现在就从这三大疑点分析 隐磨可能不止他一个人 高度怀疑这个是一个计划性的 集体犯罪行为 继续带领来看到的是这个偷拍案件呢 也让这个吴亚新成为了焦点 而他的前男友朱秀天呢 就说因为担忧吴亚新呢 据说是报受了五公斤 八月十号呢 他就发文说 时间不会痊愈 但是被误解 被读解读呢 就是他为了要力挺迎照案的 受害女星吴亚新 而受到了网友称赞 这也是他首次在微博发言 没有出现负面新闻的一次 去年呢 朱孝天才因为和吴亚新 合作拍戏而传出绯闻 目前正在厦门赶拍大陆剧 八月十号的时候 他就在微博上写下了这一段文字说 时间不会痊愈 但是只会让你渐渐习惯 让你觉得带着伤疤 还是可以趾高激昂 而自所有的网友看到这段发言 都认为是写给吴亚新看的 也被媒体解读为 朱孝天是要用文字来安慰前女友 而且还有目击者表示说 朱孝天是受了一大缺 传说说可能因为前女友事件而报受